字幕志愿者 李孝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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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李孝敬 可能大家都不认识我 但是我是一个 报道奥运的资深记者 我第一次与奥运纪 是1988年汉藏奥运 至今已发已经36年了 采访奥运报道的 这个经历对我来说 是非常非常的难得 非常非常的珍贵 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两件奥运 第一件是 1988年的汉藏奥运 那个时候我们中国 四年前在洛杉矶奥运 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估计汉城奥运可以更上一层楼 没想到那一件 我们中国军团 发挥的比较差 我们最终只能到五面的金牌 事后我也采访了 中国体操队的总教练张建 所以总教练和我都认为 运动员有的有失败 也有成功 这是很正常的 只要他发挥了奥运克的精神 都应该值得赞 都应该值得产生 那第二个令我印象非常深的 就是2004年的期待 雅典奥运会 那一次奥运给我留下了 刻骨铭心的记忆 刘翔出乎意料的 他获得了110米兰的金牌 然后我事后也采访了刘翔 刘翔非常的谦虚 说我做一个新秀 我能够为国争光 我感到非常非常荣耀 我今后还要继续努力 再次为国争光 这些难忘的故事 已经渐渐远去了 但是呢 至今在我的脑海中 还是历历在目 经常回想一下 还是非常的激动 巴黎奥运的过程中 我想 会把我这些激动人心的 难以万怀的经历 与大家一起来分享 巴黎奥运就要到了 有哪些的赛程 哪些比赛 千万不能错过 请锁定我的节目 奥运老计一点多 跟着李老计 看奥运不迷路